印尼为何禁止TikTok电子商务? 大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TikTok周三关闭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shop设备 此前该国禁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商业活动 以保护当地企业主 这对该应用在一个主要市场的新企业来说是一个挫折 该应用程序本身并没有在印度尼西亚被禁止 但在贸易部上周发布新规定后 那里的人们不能再通过TikTok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买卖商品 该部表示 这些规定基本上要求将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分开 旨在保护当地商家防止算法主宰市场 并停止将个人数据用于商业目的 该国贸易部副部长Jerry桑布阿嘎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社交媒体和社交商务不能结合在一起 他发誓要禁止这种结合 对印度尼西亚来说 根据新的贸易法规 禁止在社交媒体上销售商品 是为了平息对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线下市场的威胁 桑布阿嘎特别提到了TikTok允许人们销售商品的直播功能 他和其他地方部长一直在强调他们对TikTok商店 在当地中小微企业和传统市场下滑中发挥作用的担忧 就连该国总统佐科维多多也表达了他对电子商务卖家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使用掠夺性定价的担忧 这威胁到了印尼的线下市场 TikTok应该是一种社交媒体 而不是一种经济媒体 他上周在访问东加里曼丹时说 印尼目前的贸易法规并没有具体涵盖 社交媒体上的直接交易 桑布阿加本月早些时候对议会表示 目前正在进行的贸易法规修订 将坚决明确禁止这种做法 贸易部长Zokifle Hazen表示 此举针对字节跳动有限公司的TikTok 意味着公司只能为产品做广告 不能进行直接交易 就背景而言 印度尼西亚拥有6420万微型 小型和中型企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1% 在禁令宣布前一周 东南亚最大的批发市场Tina Abang接受了检查 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长Titon Masduke表示 首都雅加达市场的卖家正经历着超过50%的利润损失 因为他们无法与网上以低得多的价格销售的进口产品竞争 他表示TikTok参与了掠夺性定价 对当地中小企业造成了损害 新规定将公正的规范线上和线下的公平贸易 印尼有1.25亿TikTok用户 其电子商务市场正在快速增长 根据新加坡咨询公司Momentum Works的数据 去年该国的交易价值约520亿美元 其中约25亿美元在TikTok上 在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上 没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拥有可比的份额 印尼有600万TikTok卖家 印尼的打击行动可能会增加TikTok Shop在其运营的其他国家的压力 据其网站介绍 TikTok商店在英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都有售 该公司表示在美国拥有1.51用户 该购物功能于8月开始推出 并将于10月初向所有人开发 Momentum Works表示 印尼电子商务市场由新加坡网站Shopee和印尼科技公司运营的Talkopedia主导 Meta也在其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和Instagram上经营电子商务商店 该公司没有立即回应就印尼新规定发表评论的请求 印尼的新规定阻碍了TikTok在东南亚发展的雄心 该公司在东南亚拥有约3.25亿用户 该国的保护主义措施也加剧了TikTok在其他地方面临的政府反弹 出于政治和安全原因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洲和美国的立法者限制了对中国字节跳动旗下TikTok的访问 周三 TikTok商店在印度尼西亚关闭后 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感谢该公司遵守其规定 并补充说 欢迎TikTok和其他平台将电子商务与社交媒体网络分开